字幕提供 您是不是想減肥 可是對運動卻一竅不通 還是您已經跑步很久了 身材卻一點變化也沒有 總是搞不清楚 有樣與無樣的差別嗎 在這支影片中 我們將告訴您 心率與跑步到底有什麼關係 有樣與無樣的差別 幫初學的您展開運動減肥之律 只用喘不喘累不累去感覺 很難準確的了解運動強度對吧 心率就是用來量化運動強度很好的指標 有樣與無樣的分水嶺就是您的乳酸育質心率 低於這個心率就算是有氧的中低強度運動 超過的就是無氧的高強度運動 低於育質心率的中低強度有氧運動 消耗的總熱量較低 但脂肪的利用比例較高 有可能高達50%的熱量消耗都是來自脂肪 反之進行高強度的無氧運動 脂肪的利用率較低可能只有35% 但因為運動強度高 所消耗的總熱量比較高 還是可以燃燒較多的脂肪 另外要記得 每次運動至少持續20分鐘以上 才會達到減脂的效果 如果您是跑步新手 我們建議您先進行低於育質心率的有氧運動 留意姿勢避免運動傷害 也不要把運動當藉口暴飲暴食 通常初期就可以先瘦一圈 但可別高興的太早 因為過一陣子之後 您的身體會開始適應這種運動型態 減脂的效果會降低 這時候就要開始搭配無氧訓練 來增加熱量與脂肪的消耗 至於詳細的運動課表 因為每個人體能狀況不同 可以請合格的專業教練替您安排 而許多Garmin穿戴試裝置 都配備有心率感測器 可以讓您測出自己的乳酸育質心率 並在運動中隨時監測心率變化 搭配Garmin Connect手機應用程式 更能追蹤長期的運動成效 您就可以根據專業的運動數據 掌握自己運動減肥的節奏